核厂为了回馈地方特地开办了一项奖助学金的申请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有30年的时间 然而发放的金额高达了1亿元左右 核厂希望借此鼓励在地青年学生要勤奋读书 至于这个107学年度的奖助学金申请办法 即日期也正式对外开放了 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对象请踊跃放明申请 台电公司第二核能发电厂在地深更 为了回馈地方发挥在地企业责任 设置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奖助金 目的就是要鼓励地方的学子任人向学 开办奖学金申请至今已经30多年 核定发放的奖助学金总数更是超过新台币 一亿1100万元 即日企业开放107学年度促进电力发展 营运协助金奖学金的申请 借此要鼓励于学业上努力的在地学子 核二厂的奖助学金 自民国78年设立至今 已经过了30个年头 累计一年奖助学金发放的金额 超过了一亿1100万 那家会周遭第七的青年学者的人数 超过三万人次 那今年核二厂奖助协金的金额在338万元 财定公司设立奖助协金的目的 最主要是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奖业电厂周遭地区 协业或财艺优秀的协生努力向协 核二厂为了要勉励在地青年学子 不仅仅是颁发奖助学金 更加一年一度办理协生会话比赛 鼓励才艺学习与兴趣养成 另外为了要让协助金更全面 每年的奖助学金申请除了表扬成绩优异 低收入户与身心障碍的学子 更是在奖助学金的辅助之列 同时奖助地区低收入户或身心障碍的协生 能够勉励向协 那协生申请时 他的户籍要设立在万里区金山区 且持续满一年以上 那合一这个规定的都可以申请 核二厂107学年度促进电力发展 营运协助金奖助学金 申请日期自即日期到4月10日为止 只要涉及在金山万里区 并且居住持续满一年以上 而成绩符合资格都可以申请 而申请书也在万里区公所 金山区公所 万里渔会 金山渔会 金山农会 及核二厂大门口 换证柜胎 都可以免费来索取 欢迎在地的学子 永远申请万里 记得到平安万里采访报导